北京新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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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就是,請問可大債 覺得台灣未來要怎麼走 走邊紋、對台灣比較 extraterrestre 我想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也是,尤其是李姓或是媽媽,做媽媽,一定都是脫壓秀台 甚至像那種危險的,像石煮發電、石煮武器,這種人都很脫壓 不要說,我們這個人類,或是我們自己的台灣本身會去找到那些東西 但是,我們說起來,我想台灣就是相當受這個在歷史裡面來說 我們最近都有很好的、很幸運的遭遇 包括我們台灣的民主法 這普通一個國家說真的要民主法、唯獨裁的民主法 都要經過很多的勞費、經過很多的心志、勤勉、頂頂 但是,我們台灣民主法,我們都看到 由1900年代開始民主法 到今天,我們差不多有得到的東西就是 我們都有經驗過了 政黨,我們都拿過 民進黨,我們都拿過 民進黨,一直在跟我們台灣日調的國民黨都拿過 我們也在說話,像我這樣說 沒有什麼事情,這你如果要四、五十年前 可能,每天都會在旁邊的人 可能也會被人抓起來 那些都沒有存在通過 存在真正民主法 現在問題,我們是相當去遭遇到 我剛才這樣說一說 我們可能相當在歷史的逆流、逆流、邊緣 所以,我們都覺得 怎麼相當說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 怎麼會像國民黨 他用篩緊很多的方法 他有的是用壓力 你怎麼像在領他的薪水的國務員 你可能他用他的壓力,直接的壓力 有的是用這個 把你贏,利益 用利益,利益給你 利益給你佑好 用這樣就給你 讓你沒有那個法案的自由 或是媒體去操作 讓你不可以知道真正的事情 所以你也說話就說不出來不自由 可能用這樣,要以邀門跟正民 真的說要把你刺掉 如果說台灣 我先不去那裡搬運 如果說很搬運 就是 那一黨獨裁 那個國家在旁邊 一直說要合併我們台灣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一個飛機 存在在那裡 所以我們當時要 新鮮 人倫的自由 其他的自由 法庭、人權 會移到走歪去 那就是現在 台灣 我們要去 路歷、客戶調的東西 我們如果要回到這個 威脅流的頭上 我們如果要回到這個 歷史的 那個主流的裡面 真正大家來追求 這個 我們大家所愛的社會 價值觀 就是這個歷史的主流 自由民主 人權法庭 我想這個就是 我們最愛 努力 去客戶 追求 出來的 所在 謝謝